这是根据洛阳姓母案改编的电影 女人被带到仓库 四肢被牢牢固定绑在身后 嘴用不条封住 她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男人慢慢靠近 接下来 发生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画面 女人名叫小青 今年刚满20岁 父母离异 她独自照顾着老年痴呆的父亲 为了生活 她被迫走上歧途 沦为应兆女郎 就在一天前 小青像平常一样 打扮得花枝招展 站在街头街壳 对方文质彬彬 戴着眼镜 一身商务妆 看上去就像成功人士 小青也就逐渐放下戒心 跟李牧上了车 在车上 李牧突然提起另一个应兆女郎 这让小青感到一丝惊恶 甚至有一丝害怕 因为那正是她半年前失踪的同事 至今还没有下落 两人来到酒店 李牧说自己是第一次 接着拿出一捆绳子 想要玩点新花样 小青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找借口先洗澡 来到浴室 她警觉地锁好门 从包里拿出手机 打电话向老板求助 还打开水龙头掩盖说话的声音 老板接到电话 叫了一面包车人 马不停蹄地赶往酒店 打完电话 小青打开浴室门 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正当她准备逃跑时 李牧出现在身后 当老板一行人气势汹汹赶到酒店 二人早已不见踪影 当小青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昏暗的房间内 四肢被牢牢捆住 关在大铁笼里 不远处 有三个女人坐在椅子上吃东西 看来也是被李牧囚禁在这 其中就有她失踪半年的同事小孟 绝望和恐惧充斥在小青心头 她拼命地呼喊 可三个女人却无动于衷 到了晚上 趁着大家睡着 小孟才敢偷偷起来 给小青端了一碗水 为她喝下 她连忙追问小孟 这是哪里 你父母都很担心你 可小孟却一言不发 只是一个劲的摇头 第二天 李牧将她松绑 扛到房间内 给她擦拭身子 然后投喂食物 饿了几天的小青 扒拉着碗中的饭菜 李牧开口了 她将小青的家庭情况 调查了个底朝天 对她的父亲和女儿了无指掌 以此来威胁她 只要好好接客 她的家里就会平安无事 否则杀她全家 很快 小青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她在房间里接客 李牧就坐在车里 戴着耳机兼听着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小青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乖乖听话 事后 李牧对她的表现很是满意 但为了让她死心塌地的 为自己挣钱 李牧将小青带到她家 看着老年痴呆的父亲 孤零零地坐在房间内 小青忍不住失声痛苦 可不敢呼救 李牧这样做 就是让她明白 自己随时能找到她父亲 如果她不乖乖接客 后果她心里很清楚 看望完父亲 李牧压着小青离开 在路上遇到两对情侣 这是她呼救的最佳时机 就在她准备大声呼喊时 李牧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 女人遭到绑架 手无腹肌之力的 她不知如何是好 行人和她擦肩而过 或就希望就在眼前 就在救命二字即将脱口而出时 李牧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 小青试图挣扎 这引起了路人的怀疑 李牧却回头向路人解释 夫妻吵架 随后就将她拽上了车 带到郊外 迎接小青的将是怎样的惩罚 气急败坏的李牧 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锤子 将小青拽下车 带到荒废的房子里 按在地上 不断地挥舞着手上的锤子 这时的小青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害怕 拼命地向李牧求饶 李牧的怒气才慢慢平息 又拿出她女儿的照片相威胁 惊魂未定的她看着女儿的照片 无助而又绝望 为了活命 小青只能妥协 渐渐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慢慢融进了其他三个女人的生活 一起接客给李牧挣钱 就这样彻底沦为她赚钱的工具 几人一起生活在地下室 看似其乐融融 但小青一直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这天 她像往常一样出去接客 这次遇到了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男人向她谈起了家里的男士 不禁泪眼婆娑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小青觉得她是一个好人 于是她将门锁上 偷偷在纸上写下 我被绑架了 救救我 男人看到纸条后 却是一头雾水 随后 小青又在卡片上写下老板的电话号码 可男人似乎不想趟这浑水 连连摆手让她赶紧离开 可以走了 可以滚了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正在车内监听的李牧 察觉到不对 立马下车前去查看情况 小青见男人不肯帮忙 急得在房间内来回躲步 就在李牧即将推门而入食 小青赶紧将纸条塞进嘴里吞进肚子 销毁证据 等李牧走进房内 看到摊坐在地上的小青 男人在一旁质问她是谁 让她滚出去 忍无可忍 李牧二话不说 就是一顿暴揍 然后带着小青离开了 但李牧对她似乎还有些许怀疑 为了测试她 让她独自去便利店买冰棍 这次 小青并没有选择莽撞 而是乖乖听话照做 李牧逐渐对她放下戒心 为了奖励她 晚上 李牧让她到自己房间睡 这是小青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不在地下室睡觉 这引来了姐妹阿子的嫉妒 因为长时间被李牧囚禁 阿子已经爱上了她 当看到小青有这样的待遇 她内心极不平衡 这一幕 正好被门外的李牧看到 他气冲冲地拿着麻袋走了进来 男人为了惩罚女人 将麻袋扔在地上 命令他自己钻进去 阿子知道钻进袋子意味着什么 被吓得浑身颤抖 连连摇头 见他磨磨叽叽 李牧直接强行按住他的头 硬生生将他塞进了麻袋 然后拖了出去 无论阿子怎样哭喊 李牧都面无表情 无动于衷 他将阿子吊在了刑房里 穿上靴子 披上围裙 操起墙上的一根铁棍 就朝阿子走了过去 接着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棍棒声和阿子的哀嚎声 没过多久 声音渐渐微弱 李牧被见得满脸是血 坐在一旁 麻袋正不断地滴着血 阿子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这血腥的一幕 让屋内的其他几人不忍之事 心里一阵后怕 小青意识到 得赶紧找机会逃跑 要不然迟早和阿子一个下场 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晚上 李牧像往常一样带他出去接客 他拔掉监听设备 趁机从酒店后门逃走 长时间没有听到声响的李牧 发觉到不对劲 立马下车寻找小青的踪迹 可一路搜寻 毫无头绪 而此时的小青早已逃到一个台球馆 找里面的工作人员借手机报警 将李牧的犯罪窝点报告给警察 打完报警电话 他突然想起家中老年痴呆的父亲 担心李牧会丧心病狂地报复 他赶紧赶回家中 打开灯 却发现父亲已经惨遭毒手 倒在了血泊当中 李牧已经等候他多时 绝望的小青已靠在墙边 失声痛哭起来 最终 他还是被抓了回去 李牧熟练地系好围裙 穿上靴子 操起木棍 等待小青的僵尸和阿子一样的结局 当李牧开始处理尸体时 警察终于赶到 李牧被绳之于法 等待他的僵尸法律的制裁 电影《监禁风暴》 根据洛阳信母案改编 原案中凶手先后囚禁了六名女性